有了 第二名 中文字幕錄製 製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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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有我是覺得說如果他 要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回來的話 應該要先幫他找個地方安置 就先讓他在那邊隔離 而不是說做大眾交通工具 因為這樣子感染的風險會提高 對 他因為家是花蓮是不是 那他就要搭交通工具到那邊 那假如他駕隔離 假如是欠就是駕隔離 那就不能搭了 所以來講1922處理方面 可能有欠考慮一些 居家檢疫的個案 原則上 這個我們才不搭乘交通運輸工具為原則 那盡量由家人來接送 那如果真的這個部分 沒有辦法由家人接送 我們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的時候 應該要全程佩戴我們的外科口罩